娱乐圈中,大多数女明星,都是希望自己成名之后叫入豪门,成为英老我妹的豪太太,可是豪门的门连了慢慢融入进去,我们为人看错羡慕的金钱,豪车,游艇,其实很多情况下,都是那些所谓的豪太太,并称这一天的苦涩而开的照片。 在娱乐圈中,不需少进入豪门被踢出出来,甚至结局为了一败涂地的例子,所以很多女年轻,为了巩固自己的位置,不断地生完肺和女儿,今天我要说的这人,就是进入豪门当年,产向四胎,她就是徐子骑,因为是超年出身,再加上长年需要选秀和选美,所以身材和美貌,都是超一流的。 之后便因为自己的美貌,观点了不省的电影和电视剧,不过反响都平平,但是徐子骑并没有丢失自己的信心,因为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说,一般的模特的美貌,也就只能留持几年的时间,他们需要用几年的时间抓住机会,一怕来红,但是徐子骑不一样,她选择了出国留学,用姿势充实自己的心灵, 而等她归国的时候,自己的身份几乎就是发病了呢,因为徐子骑成为了地产大亨李赵姬的儿媳妇,在出国的这段时间,李赵姬的儿子李嘉诚,然为了追求她奋进了心思,因为她感觉这个徐子骑跟其他的女生不一样,虽然都喜欢能力,但是用命运之事去获取财富,而不是买卖, 所以,李嘉诚非常看重徐子骑,据说徐子骑在15岁的时候,就被她一眼看重了,在结婚的时候,更是放手笔用十一制办婚礼现场,归后的李嘉诚,更是把徐子骑当成公主一样宠爱, 但是徐子骑也比较争气,因为横门的肖子骑大又大,需要培养更多的继承人来接班,所以徐子骑在八年的时间,生下了两两女,这下李嘉诚可就更加宠爱自己的老婆了,但是由于这个原因,徐子骑也被网友说成横门产子机器,不过根据现实的情况,徐子骑的做法也觉得非常正确, 不知道大家对此人有什么看法呢?